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有人写成Turing的翻译 Turing的测试 Turing test它是这样讲的 上个礼拜我们也提过这个例子 就是如果你先告诉我有一个系统 有一个系统叫A 这个A在这里 这个一个系统叫B 然后我现在就把它 这个用个布木把它盖起来 然后我先知道其中有一个是真的言 就是我同事好了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系统 哪一个是哪一个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我就来测试 两个人在这边测试它 测试这个 或者同一个人来测试好了 就是我就问这两个人的问题 如果对我来讲 我没有办法分辨出 这两个 哪一个是张老师 或者我们的 我们的 张环珊好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老师 张老师 我不要哪一个是张老师 哪一个是那个系统 那个computer 而 我们就没有理由说 电脑 是不会思想 就我现在找这个 真的会思想的人来跟你讲话 隔壁云光木 跟你讲话 跟你沟通 结果呢 你分不出来 到底跟你沟通 那个是张老师 还是给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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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电脑 或者那个机器人 whatever 那你就没有理由说 假设这个 这个是机器人是这个好了 那 你们 你就没有理由说 啊 这个啊 你就没有理由说 啊 二是什么呢 二不是 会思想的东西 你就没有理由说 他不会思想 因为 你去分 这两个东西 你根本分不出来 这个标准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你现在如果问我说 这个机器人 会不会思想呢 那我们 我们说 那我们来做 Turing Test好了 我们就找你女朋友 在旁边 一起做Turing Test 结果呢 先 你就对这两个东西 但是匿名的 一个是R 一个是你的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 然后我们就 聊天 想想想高兴 一个小时之后 我告诉你说 我说你分得出 跟你讲话那个 到底是A呢 还是 到底是B 还是是R呢 因为我分不出来 我没办法决定 这个到底是谁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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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个幕一打开 就是R 那你有理由说R 是不会思想吗 没有理由 Turing Test 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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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 那请问这个标准 你同不同意 就是我要测试 它会不会思想 那就 你不告诉我 它是什么东西 先不告诉我 你把它遮起来 然后 然后找一个真人 跟我做沟通 对不对 那结果 最后我会发现 跟我沟通 那个其实是真人 还是那个机器 我分不出来 那如果你说 那个真人是会思想的话 那那个机器 你没有理由 说它不会思想 它也是会思想 这个是Turing Test 的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听起来 还蛮有道理的 对不对 感觉上 有没有问题 就是如果 如果我是主张Turing Test 的人我就说 那来比比看 对不对 现在我们说来下棋好了 你说你跟沈君三下 不要沈君三 沈君三现在不行 你可能 比如说 我跟谁呢 周俊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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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面棋王 对不对 红面棋王下 下来完两半天就打开 这个是森红 这个不是森兰 它是个电脑跟你讲 那你没什么好说了吧 对 周俊勋 当然是会 勋在勋 勋 一生 所以周俊勋 他当然是会下棋 会思考 那就没有理由说 他不会了 这个森童 你没办法 没理由说 不会 这是一个 他的一个说法 但是 但是我们会这样说 现在有个学生家的John Searle 就这个 这位老先生 John Searle 他已经超过七十岁了 他这个在UC Berkeley的一个老教授 还在教书 还在教大学部 就是 一堂课 两百多个学生 就是 还要注册 进不去 还要应 加学什么的 因为州立大学现在很穷 这班都是大班 因为老师没有办法增加 只要增加注册人数 那一般就是三个助教帮他改作业改考 他们老师比较好就是不需要改作业 不像我一样 我现在一大堆都做业在我手上 你们的作业我还没改完 那他们因为在有博士班 学生也很优秀 所以都可以带 而且课后还另外有 学生要参加课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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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个课两个小时上完之后呢 每一周好像还有一两个小时要跟助教讨论 而且规定要去的 不是说你要问题再来 不是规定要去 然后作业就在 就交给助教处理 那个老师就不处理了 那庄师傅有一个 transferable argument 他提出来 他说 你说他会下棋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你说他有思想这个是没有问题 因为思想最重要一个点 就是我要理解嘛 你不能说我一个人会思想 可能不会有理解活动 不会吧 对吧 你不是说我会思想 可是我没有 我不会理解 我没有理解活动 没有理解能力 那不对 我想怎么下棋 可是我一点都不懂得 这个 这个 下棋那些部署的什么 意识啊什么都不会 这样就不行 所以他 他现在 他现在就是说 Turing test这个东西 你要满足它 是不是可以说 说那个东西有思想呢 他这个东西是一定有问题的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是说 我们有思想 一定包含的理解能力 就是对语言的理解能力了 比如说 大家去外面会讲中文嘛 我估计大家在中文 没有问题嘛 那你后面讲中文 我讲句中文 你们会了解句中文的意思 就是我刚才讲那么多话 至少你有一半以上 你了解不到说什么 所以你会懂得思想的一个条件 就是当然是你有理解能力 所以你有理解能力 就是说你对语言有理解 会理解 会抓住语言的什么意思 当然一个语言什么意思 有时候有很多层次的 有时候字面的意思啊 字背后的意思等等等等啊 但不管 至少字面的意思你要抓住 你understand what does that mean 你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了解 如果你说我懂中文 可是你讲的中文 假如没有一句 你的意思我都不懂 那我就不能说我懂的中文 对不对 所以我理解力 是我这个思想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那我们来看 就是说一个人可不可以 完全遵守 刚刚那种通过那个Turing's Test 可是呢 它却没有样的电影能力 可不可以呢 如果可以的话 就表示Turing's Test 要来证明 那个R呢 使有思想呢 就一定有问题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Turing's Test说 如果我能够分 这个我来跟他们做沟通 这个跟他们对话 结果呢 我根本就分不出 你给我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我根本分不出之后 那个是R还是B分不出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你就没有理由说这个R是不会思想的 对不对 因为你跟他讲那一 那否则的话你好像就要结论就是说 我跟你讲话讲了两半天 原来你是不会思想的 我们不会这样讲的 那如果这个东西跟你不能分辨 那你说B会有思想 那为什么说R不会有思想呢 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我们就说那个应该是 这个还蛮有道理的这个Test 对吧 就是如果我不能分辨这两个 那大概就是我会认为 想老半天 我就认为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有思想 一打开之后 发现有点小 那我就没有理由 那个不算 那个是机器的 那个是细作的 那个不算 那个是你program好的 你没有道理 所以 如果我能通过这个Test 的话 你就应该说我是有思想 那现在中文社会就说 好 我先假定你可以通过这个Test 可是我告诉你 我设想一个状况 在那个状况之下 你通过这个Test 可是你不会有思想 那那个状况是怎么样呢 这个状况是这样的 他说 举我为例子好了 我就是中文社会为例子 中文社会本身不会中文 他不会中文 他当然去过中国 而且他在中国也并不 也就是说也有点感兴趣 但是他不会中文 他说假定有人 Strong AI program 这种说法是对的 就是说 如果你以为思想是什么呢 思想就是那些 我在脑袋里人乱那个program 那个program 如果决定了 掌握住这个program 我就掌握住那个思想 那本质 我就知道了 就是说 他说这个东西是假定 我只要掌握住什么呢 掌握住那些语法的规则 那我就会思想 什么叫语法规则呢 语法规则就是说 我们最一般的说法就是说 什么语句是合文法的 什么语句是合文法的 这个是语法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在语言上 语言研究上有好几个领域 一个语法 一个是语意嘛 然后一个语用嘛 语意 语用语法 语法语意 语意就是研究语言的意思啊 它的意思是什么 语言的意义 或者语言跟语言之外的世界的关系 学生大家喜欢用这种说法来说 就是语言这符号 跟这个符号之外的东西的关系 语用就是跟那个语言的使用者 语言跟语言使用者的关系 语法呢 这些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 所以怎么样的符号 才算是英文的符号 怎么样的英文符号搭起来 才算是个有意 是一个英文的字 比如说 英文的符号就是ABC等等等等 到Z 对吧 或者是到 或者是A到Z 然后你也许是加一些符号 就是这个啊 comma 什么colon啊 括号啊等等等等 这些 所以英文的一个基本的什么呢 基本的字母就是ABCDE 那你说 你说我 你 他这个 这个东西都不是英文字母 都不是 就是omlaut 这个比如说 那这个都不是英文字母 这些并不算是 英文的 这个语言的符号 所以语法都规定了 什么样的符号是属于这套语言系统 比如英文就是ABCDE等等等等 那什么样的 语 这个语 字母的组合 才算这个语言的字词 比如说DOG可以 对 那 那GOD也可以 可是OGD都不行 OGD不是一个英文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三个字母组在一起呢 就不合文法 就不合法 不是不合文法 不合法 然后GOD DOG可以 所以我就规定了 这样的字母组合 就是我这个语言的字词 那样的组合就不是 所以我规定什么是我的字母 什么 什么样的字母的组合 就是合法的 就是英文字了 什么组 怎么样的字母组合不合法 那都不是英文字了 接下来 怎么样的英文字凑在一块 叫合文法 咱们的英文字凑在一块 叫不合文法 所以文法 不合文法就是一个语法 语法的问题 就是语法的问题 所以语法就管理符号之间的关系 那你可以多加一步 比如说在数学里面 怎么样的符号写下来 你接下来就可以写下面那个符号 那也是语法的 比如说我有一套系统呢 是这样子 你可以写下P或是Q 这个就是我们的语言 你可以写下P P也是我们的语言 然后你前面写下两个 你就可以合法地写下Q 我容许你这样写 这个规则叫语法 这个不是说 我还没有给这个符号一个意思呢 我只是说 如果有P加一个马提号 加一个Q 这样的符号串 是我这个语言里面的语句 然后P也是我这个语言里面的语句 然后我这个语言还允许这样 你前面有这两句的话呢 你可以合法地写下这一句 这个就是推论规则 但是这个从语法来说 就不从推论来说 推论来说就是说 这个真这个不可能为假的 我们不这样讲 我们只是说 从语法来说 就只是对符号的这些组织 对符号的这些组织跟安排做一个规定 哪一些是合法的 哪一些是不合法的 这个叫语法 就是在英文里面呢 就是什么样的字母 什么样的符号组成我们的字母 所以有些符号是我们的字母 有些是要不是 那咱们的字母组合成为我们的字词 那有些组合就是 有些则不是 那咱们的字词凑在一块 字词凑在一块 成为英文句子 那有些是合文法的 有些是不合文法的 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语法的作用 那我们写程式也一样嘛 就你写这一串程式是合文法的 是合法的 那写完这个时候 你可以跟着写这个也可以 跟着写这个 你不能跳等等等等 所以我规定你 怎么样使用那些符号 对符号使用的规定呢 我就可以说 你用这个之后 你可以接着这个 接着这个你可以跳两步 也会说这个等等等等 我这个有个规定 所以一套程式语言 就给你什么 给你一些语法的这个指令 就用了 那所以 那 strong AI的人呢 就认为说 对一个思想呢 想到底 就是这套语法规则了 所以这套语法规则掌握 就是说 掌握住了 就掌握住思想 那说 那个 John Searle呢 Searle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不 他说我给你一个例子 掌握住语法的 还不够呢 那语意是什么呢 语意就是 这些语词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这样一串符号串 这一串符号串 是不是真的呢 真假的问题 意义的问题 就属于语法的问题 语意的问题 对不起 语意的问题 语意的问题就是 语言的意义啊 语言的真假啊 那都属于语意的概念 那语用呢 就是说 这些语言要怎么用的 我可以拿来做什么 我可以拿来骂言 我可以拿来问问题 我可以拿来陈述事实 我可以拿来请愿 等等等等 所以 所以语言使用者 跟那个语言的关系 那就语用学可以探究 所以有pragmatic semantic 跟synthetic 这些探究 那 John Searle的一个argument 最重要的说法就是说 对语意的掌握 是我们 思想活动里面 很重要的一部分 意思就是说 你不可能 对一个语言的意思 然后毫无了解 你对一个符号系统里面呢 你对这个意义呢 毫无了解 可是你说我懂得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思想 或者我懂得利用这个符号系统 来做思想 这个不可能 意义的层次 不可能完全化跃到语法的层次 意思就是说 仅仅掌握住语言的语法 你是不足以 远远不足以掌握住这个语意的 那可是语意的掌握 是你思想 你肯充足到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仅仅是语法 你根本不可能怎么样 不可能有所谓有思想 我们来看 他怎么设定呢 他假定是这样 他假定什么呢 他假定说 现在 有人给我一套 语法的手册 什么手册呢 是关于中文的语法手册 我一点都不懂中文 所以我一点都不懂中文 可是这个手册非常完备 怎么完备呢 它是这样的 他只要告诉我 人家问你你好吗 你就说我还不错 人家问你说吃饭了没有 你说我吃了 而且还吃了两碗稀饭 而且还可以抱怨什么什么 你跟多加几集团就没有关系 所以呢 你听到咱们的话 这个手册你翻一翻 他就告诉你 你就会讲什么话 就说我有一个语法的手册 这个手册呢 非常完备的 它可以呢 怎么样呢 可以 只要我听到 怎么样的一个语句 中文 或者你写了一个中文 咱们那个语句 我就懂得用怎么样的话回应你 我懂得怎么写 印出一句中文句子去回应你 但是呢 我怎么知道的呢 是因为我有一个 完全的一个语法手册 这个手册就告诉我 你只要听到说 清大现任校长是谁 你就知道说 清大现任校长是陈力俊 你就可以这样写 其实陈力俊什么 清大现任校长是指什么 你根本都不知道 可是你只要听到别人这样讲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话回答他 你只要看到人这样写 你就用这样的文字去回复他就可以了 所以我可以对于 任何讲中文的人 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回应方式 可是我照样不懂的中文 我只是知道 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就说 都这样子而已 对不对 其实这些 这些什么你好吗 这些话什么意思我根本不知道 反风 请说 反风 反风 反风也一样 如果你给我一个语法 我 我 一个语法规则 这个语法规则 我就可以 我就照 你要注意喔 注意 这个前提是假定AI的人是对的 就假定AI的人说 所谓思想就是 对于这个什么呢 对于语法的掌握 对 那让我说 谢谢 谢谢 其实我还不是很帅 我可以这样说 可是我根本不懂的 什么叫做 谢谢 我根本不懂的 我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手册 有人说你很帅 然后我就说 谢谢 其实我不是很帅 这样子好 可是我是说 有很多话 同样的字面意思 和不同的意思 对对对 那 那没有关系 你要注意喔 你要注意喔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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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实验 是假定了 如果AI是对 strong AI的人是对的 也就是说 你想法可能是说 欸很奇怪 有时候我说你好帅 哎呦你很帅喔 可能两个意思很不一样 对不对 一个是反风 一个是真的说你很帅 那你会回应吗 比如说好了 对不对 如果你说 其实你是没办法回应的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 你没有办法有个完美的 什么 语法手册 对吧 那这样不是 不是他的 思想实验失败 而是 其实是你原来这个假定 是做不到的 他如果假定 假定 雙AI讲的也是对的 就是说 所谓思想就是 你对那个语法规则的掌握 我只要掌握住 那个思想规则 我只要掌握住 那个语法规则 就是思想 思想之事 必已 就讲思想的东西就讲完了 那 那装修现在假定 他说假定你真的是这样 假定你雙AI是对的 在刚刚那个情形之下 那我就可以做这个事情了 就是说 你只要听到有人说这句话 我就用中文哗哗哗哗哗 回应给你听嘛 对不对 可是我自己一点都不会 就像假设 假设是西藏话好了 对不对 你讲一句西藏话 我讲西藏话 其实你会知道什么意思我不知道 可是我有个完美的西藏 西藏语手册 所以你讲一句 我都回一句 你讲一句我都回一句 你讲一句我都回一句 听不出我根本是不懂西藏话的 因为我通过Turing Test 可是你不要完整的语法手册 就表示思想的语言 对 如果你的结论是说 我们不可能有这么一个语法的手册 那就表示双AI就错了 对不对 双AI的想法就是 你如果能够掌握住我们的语法规则 那思想就是 就那个program的语言 就是你给我什么指令 我就说说什么的反应 只要我这套规则我弄出来了 思想就在这里了 就没有别的了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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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好吧 假定你有这套规则好了 那今天我做的这个 我就是那个人 拥有这个规则的人 你说 因此我就懂得中文吗 很ridiculous 但是我根本不懂中文了 意味着什么呢 在那个状况之下 我是完全能够掌握住这个语法规则的 可是 你不会说 你不会说我懂得中文的 那表现什么 表现你对中文的理解 一定有超出过对语法掌握之外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 Chinese Rome argument的一个钥匙 所以strong AI一定是错的 我们不可能把语意的这个层次的东西 完全用语法东西来掌握 也就是说 我们不可能把语意的这个东西呢 完全化跃到语法那个层次上的东西来说 当然 这个问题就更进一步就说了 那请问 我要掌握住这个语意需要什么东西呢 对不对 所以我要掌握住一个语言的意义 我需要什么东西呢 如果不是只有语法的话 哎呦 这个问题就大了 这个问题就很大 这个问题要上语言哲学课 或者也许下学期的 intentionality会不会讲我不知道 不过这个可以提示一下 就是说 对于这个意义的掌握 除了我跟世界的关系之外呢 往往还需要我的一个对话者 不是我面对这个世界 而且我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还有第三个人 或者他者还有另外一个人 在帮我的对话 这样 就是两个人的对话 而且这两个对话的人呢 要共同谈到第三个 世界里面的东西 这样我们才会有意义 才会构成去 就意义的产生 其实绝对不会只是对于语法来掌握 就你仅仅掌握住这个语法 你对这个语意的意识是定不住的 而且要了解这个意义很麻烦 因为意义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 意义总是在一个系统里面被掌握住的 就是说它好像 好像我们去那个拿种子一样 就一种子拿去串出来的 对吧 所以意义也是一样的 你了解出一串的了解 你不可能单独了解一个字的意思 你了解一个句的意思 你一定了解 你真的对那个字有所了解的 你一定了解很多其他东西 比如说我知道什么叫玫瑰花 你就知道玫瑰花是一种植物 玫瑰花大概是可以种在泥土上等等 你可以有其他的了解 来构成你对玫瑰花的了解 就你不可能单独了解什么叫玫瑰花 而对其他东西 比如说我叫什么玫瑰花 那我说玫瑰花会飞对不对 你说对啊对啊玫瑰花会飞啊 那我说你奇怪 那你什么叫玫瑰花吗 一定很奇怪 所以你知道玫瑰花其中一点就是 你知道玫瑰花不是会飞的东西 对吧 所以你对玫瑰花的了解 一定不会是孤立的 一定是一大串的 所以意义是一个很麻烦的东西 意义要谈一群的 不可能谈一个 不可能只谈单一个字 单一个概念 怎么理解 不会的 总是要谈的就是一群 一个holistic的图像 那所以John Schell的Chinese Rome Argument 就是说他说你不可能仅仅对于语法的掌握 就可以有思想 这个不会的 哪怕刚刚那个思想实验 是可以通过2-1 test的 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你跟 你跟 专事要躲在那个巷子里面 你跟那个巷子里面打交道 你问他中文 他跟你聊得很愉快 你聊 比如说假设你聊 聊金庸的小说 对吧 聊天龙八部 聊两个小时 结果聊完这些 这个教育人根本不语中文 奇怪 那你解释是什么 解释就是说 他只懂这个语法 他根本不知道那些字的意思是什么 那这一种情形 可是看起来 他好像通过Turon test 对不对 你聊了两个小时 你根本不知道 张晟又不会语中文 对不对 你根本不知道嘛 所以Turon test 不是一个好的test 刚刚那个transform argument 它其中有一个implication 就是你仅仅通过Turon的测验 这个测试 并不足以能够证明 所以R就是什么呢 R就是一个有思想的 或者R跟这个B一样 是一个有思想的东西 那不见得 是什么呢 好啊 还是有成功能